中秋節的飲食有什麼可以配合 大家希望改變大家的飲食習慣 我不希望改變大家的生活模式 希望這些小提示可以令大家繼續跟家人朋友吃月餅 開心過中秋 首先我們看看中秋節的飲食危機有四大個 第一當然是吃月餅 第二就是通常這些時間都是吃大集派當做的日子 第三就是通常都會趁著這些日子 跟朋友去燒飯吃 燒飯吃我們有沒有什麼飲食要注意呢 最後就是原來吃水果都有地方我們需要留意的 相信大家之前看過我那個吃錯蔬果和荷料腸的分享 都知道其實不是蔬果 飲食吃得多就好 我們就來看看這四大飲食危機 到底我們怎樣去化解它 首先我們來看看月餅 我們可以看看 市面上通常最流行的月餅有三個 大家可以嘗試和朋友聊一下 大家可以和其他朋友 好 大聲一點可以 我嘗試再大聲一點 如果現在OK的再告訴我 我們來看看月餅 月餅方面 通常最流行的這三款 月餅是哪一款最肥的 哪一款是可以吃的 哪一款是不能吃的 大家可以和朋友聊一下 我都知道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朋友 會用我們公司的產品做月餅 如果大家都有這些食譜 歡迎大家跟我分享 可以看看大家 如何吃得更健康 大家有答案 我們一齊來看看 首先我們來看看 雙枉蓮蓉月餅 大家都知道它相當肥 但肥成怎樣呢 原來熱量多於八百的卡羅里 其實等同於一碟碟頭飯 糖飯和脂肪都相當多 另外我們又來看看 我們平時 近年很喜歡吃的奶黃月餅 看它小小 其實都相當高熱量 如果將它的份量 變成雙枉蓮蓮月餅的份量 等同於180克左右 其實它的總熱量 糖分和脂肪都不會比雙枉蓮月餅少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不經不覺 吃一粒吃一粒 到最後看看 就是一個冰皮月餅 這個冰皮月餅 我們用綠豆蓉的餡 來做碗酸 大家就會發現 其實這三款月餅 最低的就是冰皮月餅 好了 我們來看看 到底哪款月餅 可以吃哪款月餅 不能吃 我們來看看雙枉蓮蓮月 如果整個年用月餅 都吃光了 其實會等同於 差不多10茶匙的油 也等同於11粒的方糖 所以 絕對不可能整個都吃光了 但你說我可不可以吃呢 都可以的 但每一天不要多過百分一個了 奶黃月餅 奶黃月餅方面 剛才跟大家說的 其實它的油份和脂肪都不會少 但因為它小小粒 你不覺得 所以 都有三粒方糖 三茶匙的油 最多每一天 就吃四分一個 最划算是冰皮月餅 脂肪含量最低 所以如果是冰皮月餅 我們可以吃半個每天 但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些月餅 無論脂肪含量高與低 它的糖分都不少 所以我們要留心 我們要如何控制自己的糖分攝取 從而控制血糖 所以在節日的時候 我們可以利用尾千片 去幫助自己的血糖 不要帶上大落 大事大節都可以 繼續享用節日的食品 好了 第二 和大家看看大雜蟹 大雜蟹 其實是一個很低支 高蛋白質的選擇 但我們要留意的就是 它的膽固含量非常多 一隻小小隻 只有五兩 五兩的大雜蟹 其實已經有三隻雞蛋黃 所以我們每一次 最多都只可以吃半隻 但大家要留意的就是 你的大雜蟹 不是和你的雙蟹連用月餅一起吃 因為咸蛋黃的膽固醇 每一個咸蛋黃是有600毫克的 所以如果你那天已經吃了 雙蟹連用月餅 你那天就不要再吃大雜蟹 又或者你大雜蟹的份量 你自己要去再調節 總之 我們每人每日的膽固醇含量 最好控制在200毫克 以下 好 為何我們要控制膽固醇呢 其實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因為膽固醇經過小醬 吸收了血 當我們帶到肝臟的時候 我們的肝臟會把它分配到不同的地方 要麼就用了它 要麼就會儲存了血管 慢慢慢慢堵塞了血管 我們不想在這個節日裡 形成這個血管堵塞的情況 我們就要去想 如何才可以用走這些膽固醇 其實剛才說的膽固醇 會經過我們的血管吸收 去到我們的肝臟 我們肝臟會把它儲存到血管裡 另一方面其實我們都可以製造一些膽液 膽液製造出來之後 其實就會經過我們的肝臟 分泌到小腸裡 去分解我們的脂肪 所以膽固醇有它的作用 其中一個最大的作用就是做一些膽液 我們如何可以用走多些膽固醇 就是做多些膽液出來 剛才說的膽液到小腸裡 如果我們在這個時間 吃多些纖維 纖維就可以把它帶走 很多人經常都以為 一些纖維是吸收膽固醇 不是的 纖維不會吸收膽固醇 但是纖維可以幫助我們吸收膽液 結果我們身體不夠膽液 我們身體自然就要用多些膽固醇 在血管裡抽多些膽固醇 做多些膽液給我們自己 所以這個纖維 大家也可以考慮 在這個節日 如果真是很高興 吃了很多大閘扒 又吃了很多葛珊王蓮蓉月餅 如何控制膽固醇呢? 我們除了攝取纖維之外 更重要的是水溶性的纖維 希望大家每天可以吃到10克 每天吃到10克的水溶性纖維 幫助自己控制膽固醇的問題 除了一些水溶性纖維 近期的研究也發現 一個甲殼素的纖維素 亦有助膽固醇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個節日 去攝取兩種纖維 第一就是水溶性纖維 第二就是甲殼素的纖維 我們來看看宵夜食 燒食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跟朋友們聊聊 哪些是可以選擇 哪些是不可以選擇 哪些是可能可以選擇 大家可以跟朋友們聊聊 好 大家應該都知道 首先選擇的有茄子、粟米 這些健康類的選擇 除了茄子、粟米之外 大家會看到有一個魷魚 我們在燒食的時間 我們會盡量選擇海鮮類的食物 因為海鮮類的食物 通常海鮮類的食物 都會比較低支 而且不需要太多的食材料 好,這就是首選 另外次選的就是一些肉類 一些新鮮肉類 例如牛扒、豬扒、雞扒等 但大家要記住的就是 它們本身的脂肪量都是適中的 大家都可以用的 但它們有很多的醃料 醃製它們 這些醃料也有很多的糖分和脂肪 所以大家如果是燒它的時候 最好用一些廚房紙碗抹它 或者如果是自己去醃它 你可以把醃料用水吸收 不要太肥膩 第三,當然是不能選擇的 當然是軟類、加工制的肉類 記住,其實雞肉也是相當肥的 雞肉裡有一半都是脂肪的 所以絕對不會是蛋白質來源的選擇 所以大家記住 我們燒烤選擇 第一,我們可以選擇海鮮、蔬果類 第二,我們可以選擇新鮮的肉類 一些豬扒、牛扒、雞扒 第三,完全不能選擇 一些加工制的肉類和一些雞翼 這些我們不能選擇 好了,又來給大家看看 大家嘗試和朋友說 到底哪些可以選擇 哪些不可以選擇 運用我剛才說的1、2、3的選擇 大家看到左上角這一盤的蔬果 以及右下角的海鮮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第二,是中間的牛扒 第三,這些全部都不能選擇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為何右上角的豬肉是不能選擇的 對了,右上角的豬肉是一個排骨 排骨和雞翼也是一樣的 脂肪含量相當的 所以我們記得 燒烤選擇1、2、3 一定要選一些低脂選擇 但通常我們燒烤吃 如何選一些低脂選擇 我們都需要一些調味料 剛才說的都需要一些醃製料 去烹調 所以很多時候 在這些燒烤吃的日子 我們很容易都會吸取過多的鹽分 令到我們身體積聚過多的水分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用燒脂片 可以幫助我們 保持我們的點解質平衡 令到我們身體沒有那麼容易 積聚過多的水分 好了,到最後 跟大家看看水果的危機 想不到吃水果也會有危機 跟大家看看尺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到我吃錯 蔬果和害料腸 都知道尺 為何會令到我們的腸有問題 簡單來說 我們會說刺分兩種 學術上我們分為一個甜的刺 和一個苦的刺 但坊間通常會說是一些 臨刺和硬刺 通常臨刺都是甜刺 硬刺都是苦的刺 因為它經過後期的人工去到苦味 所以吃下去也不會覺得很苦 但如何分辨甜刺和苦的刺 就是硬和軟的程度 這兩個有什麼分別呢? 甜的刺 應該這麼說 自己本身含有單寧酸 但甜的刺 在成熟的時候 單寧酸的量會慢慢減少 但苦的刺 單寧酸的量會慢慢增加 所以 這會構成長度的健康 因為單寧酸有兩個影響 第一,它會影響我們長度黏膜的正常分泌 正等同於大家想想 我們口腔平時會很濕潤 就是因為我們平時有些分泌 但如果我們的口腔慢慢變成很乾的話 其實就會開始不健康 這就是單寧酸會影響我們長度黏膜的分泌 第二,就是單寧酸也會影響我們長度肌肉的一縮一縮 正常我們的腸是懂得這樣 我們經常說的一個愚動就是這樣 我才可以將便便推進 但如果我的腸長期都是不會動的 都是處於這樣的動作 我們就不可以推進便便 所以,恥不是不懂得 但記得我們不要太多恥 令到我們攝取過多的單寧酸 另外,給大家看看羊肚 羊肚是一個很健康的水果 十分之低卡奧利 但裡面也有很高份量的草酸鹽 草酸鹽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草酸鹽會黏住我們的鈣質 黏住鈣質後,很容易形成微精粒 這些會經過什麼去排走呢? 我們的身體不能吸收草酸鹽加鈣的微精粒 我們的身體只能經過腎臟排出這些微精粒 所以過多的微精粒會影響我們的腎功能 所以,我們也要留心 羊肚雖然不高卡羅里 但我們也不是任何食可以的 吃羊肚有什麼要留意 第一就是,我們最多不要吃兩個 第二就是,如果你吃羊肚的時候 也不避免跟鈣質很豐富的食物 例如,那一頓吃了一些豆腐 你就隔久一點才去吃羊肚 否則它們就很容易形成微精粒 除了羊肚之外,有什麼野食都很高的草酸鹽 就是菠菜 所以,如果你又吃菠菜又吃豆腐的話 很容易中招 記得,如果你吃菠菜的話 那一天,你吃羊肚的份量也要減半 到最後,和大家看鹿油 鹿油也是一個很節氣的水果 但其實鹿油的熱量也相當高 它的炭水化合物有60克 等同四碗的飯 所以,通常都不會有人自己一個人吃光 但很容易不過,吃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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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我看到我的鹽巴菇爹很容易吃了半個 所以,大家要留意,如果你吃了半個的話 其實你都吃了兩碗飯 所以,過時過節的時間,最多吃四分一的鹿油 避免自己少了太多的卡路里和熱量 當然,過時過節的時候,我們要學會如何管理我們的體重 用剛才說的尾簽片、燒脂片等等 另外,節日過後,我們都要去保養長度健康 剛才大家看到的,就是生果不是任何食物 那我怎樣才可以保護自己的長度健康呢? 就是透過三大元素 包括纖維、水和益生菌 很久之前也有跟大家說過 纖維每天要25至30克 大家記不記得剛才說的水溶性纖維 我希望大家可以吃到多少克 這10克的水溶性纖維 就可以透過一些燕物 又或者一些秋葵 都會有很高的水溶性纖維 大家也可以利用纖維粉 和隔壁素的纖維去幫助自己 但如果我們看回普通纖維 每天要25克的纖維 等同於24碗菜心 都很難去攝取這個份量 所以我們可以用纖維粉去補充 另外我們看看水份 水份很重要 除了佔身體很大的%之外 水份也有助我們去帶走 我們身體的一些代謝廢物 所以記得要補充足夠的水份 我們也可以利用蘆薈汁去幫助自己補充水份 還有最後就是益生菌 大家看到剛才的月餅 無論多低支也好 其實糖分也相當高 其實糖分這麼高的食物 都很容易令到腸部的好菌死亡 所以這時候我們都要補充我們的益生菌 怎樣才可以有效補充益生菌 就是一些益生菌 可以過到胃酸的益生菌 而BC30可以經過胃部 存活率高達70% 所以我們過完中秋節之後 我們都要透過纖維品、益生菌、益生菌 去幫助我們調理腸圍 好,今天來和大家溫溫說 剛才所說的 我們今天看了三款月餅 包括商網煉容月餅、冰皮月餅、奶黃月餅 哪款月餅是最低脂肪的呢? 這是一個冰皮月餅 脂肪量大概是兩茶匙油 而這些月餅 我們每天可以吃多少個呢? 商網煉容百分一個 奶黃月餅四分一個 冰皮月餅最低脂肪的 半個 但是記得了 商網煉容月餅的鹹蛋黃 一隻的蛋糕醇已經有六百毫克了 所以記得記得記得 千萬不要攝取過量的蛋糕醇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有個快樂的中秋 我們下課的營人教室再見 拜拜 後面 感谢观看